Hello 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這款 TrickyBit TrickyBit是什麼意思呢? Tricky就是不是那麼好掌握 或者說 Japan Truly的那種感覺 那Bit當然就是競標 所以這個遊戲就可以把它叫做 Japan Truly的競標遊戲 那到時候如果真的有中文版的話 應該也不會叫這個名字 那這遊戲是 2011年夏天 由這個Winning Moves 出版社所出版了一個 很簡單的類似橋牌的一種 遊戲 這樣它多了一些變化的元素 所以玩起來也蠻特別的 那作者呢是這位Hilko Drude 那是一位德國的遊戲設計師 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 因為他本身是出版了 可能三四個比較小品的 Uptrade Game 那在台灣應該是不太容易看得到 那這個遊戲呢 它可以供二到四人一起玩 那規則上面其實也有變體 說可以到五或六人都可以 那遊戲時間大概三十分鐘 非常快速 而且這遊戲主要都是由卡片組成 攜帶上也非常方便喔 那這遊戲拿到之後 我們到底是在玩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你會拿到一張很漂亮牌背的福克牌 那上面其實是作者跟出版社的一個資訊 另外你會拿到一本 說明書 其實也不能說一本啦 就是一張紙那總共四頁 那非常簡單的規則 但是你可以看到都是Germany 真的是 我也看不懂啊 不過作者很熱心 他在Burken Geek上 也提供了英文規則 而且現在已經有中文的翻譯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這完全是不需要語言 遊戲過程完全跟語言沒有相關 那而且看完影片 你大概也知道這個遊戲怎麼進行了 好那最主要就是 你會拿到一疊的牌 那當然不只這五張啦 那這只是代表 總共它會有五個顏色 每個顏色分別是從0到15的數字 所以分別有16張乘以5總共有 沒錯就是80張牌 那這tricky beat的遊戲呢 總共就是有80張牌組成 那怎麼進行遊戲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遊戲呢 會根據玩家人數的不同 你所使用到牌的顏色的數量也會不同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先參考說明書上的說明 來做一個處理 那以四人玩家為例 那我們五種顏色的牌都會使用到 所以把牌充分洗勻之後呢 每個玩家發16張 那還會剩下16張 我們就形成這個遊戲的牌庫 隨機 這遊戲呢會進行數個回合 那回合的數量呢 就跟玩家的人數相當 那每個回合裡面又會分成好幾輪 那第一回合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就隨機決定一個起始玩家 由起始玩家開始 開始從牌庫的中間呢 翻開一張牌 當作這一輪 不是這回合喔 是這一輪的王牌的顏色 那這個就有點像橋牌的概念 這一個王牌色 那從起始玩家開始呢 他會先從他手上出一張牌 那出這張牌呢 你要出什麼樣的牌都可以 沒有任何的限制 那 例如說他出了一張這個 淡藍色的14 那順時鐘方向呢 每個玩家也會從手上出一張牌 一樣沒有任何限制 你要出什麼就出什麼 那 例如說他出一個紅色的2 那這位玩家呢 出一個0 第四位玩家呢 出一個藍色的11 那第一張牌呢 我們把它叫做 ant ant不是ant那個螞蟻喔 是ante ant是賭注的 你可以說是籌碼的意思 所以這四張牌呢 就是在第一輪裡面呢 玩家有可能吃到的籌碼 就是你可能得到的分數 好 那出完第一張牌之後呢 一樣又回到起始玩家 他在從他的牌庫裡面 他自己的手牌裡面呢 選一張牌 打出來 那這張牌呢 我們把它叫做bit 就是你開始要競標囉 所以這張牌 大家就會來開始比大小 最後 最大的人呢 就會得到 有可能會吃到這一些籌碼 好 那 順時鐘方向 其他玩家也會出 從他手上出一張bit 那bit 他就不能隨便出囉 第一個玩家他可以任意 出他想要出的顏色 和數字 那 其餘的玩家 就要根據 這個 起始玩家所出的顏色 這個顏色叫lit color 那你就要follow他的color 例如說 他出了一個紅色的牌 你就一定要出紅色 所以如果他手上有紅色 他就一定要出 例如說他出一個紅色的6 那第三位玩家呢 他手上有紅色 例如說他出一個紅色的8 那第四位玩家呢 他手上呢 有紅色 所以他出一個紅色的11 好 這時候我們就要來比大小啦 大家的bit呢 很明顯的看到 其實玩家的15是最大的 所以其實玩家就 就是贏得了這一輪的 競標 那他可以吃到什麼牌呢 首先 他可以吃到他自己出的這一張 籌碼 再加上 場上 所有跟他籌碼顏色相同的 的ant 所以 這一輪 其實玩家就可以吃到這14分囉 好 那他就把吃到的分數 蓋在旁邊 那假設 一定會有聰明的朋友想到說 那如果我手上沒有紅色怎麼辦 好 假設這位第三位玩家呢 他手上沒有紅色 當然他可以隨便 出一張其他的顏色 那這就像橋牌的觀念啦 假設你出一個 跟Rid Color不一樣的雜色牌的話 這雜色牌一定是最小的 所以他一定是輸掉這一輪 那一樣還是有起始玩家獲勝 那假設 他今天沒有紅色 但是他出了一張 桃 桃紅色 那這個顏色呢 是跟我們的王牌色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在比大小的時候呢 王牌色一定是最大的 所以這時候 紅色的15 也比不過這個王牌的顏色的2 所以這一輪呢 就會變成是第三位玩家 他的吃到分數 所以這張14 就會變成他的分數囉 那如果今天 這個第四位玩家呢 他剛好手上也沒有紅色怎麼辦 他也選擇出了一個王牌色 這時候呢 有兩張王牌 那這個3 又大於2 所以就變成是第四位玩家 可以吃到這一輪 所以變成 他可以吃到他自己的顏色 藍色的11 加上和他相同顏色的牌 可惜的是 場上沒有其他玩家出藍色的籌碼 所以第四位玩家就得到這個11分 把他蓋在旁邊 好 那假設這樣子結束的第一輪之後 其他所有的牌就變成氣牌 就把氣到旁邊 那剛剛吃到牌的玩家呢 他可以決定一件事情 就是下一輪開始的時候 我要不要更換這個王牌的顏色 那怎麼更換呢 那如果他覺得這個桃紅色他不喜歡 他可以選擇說翻一張最上面牌庫的牌 好 那這一輪的王牌色就變成黃色囉 那當然他也可以選擇說 手上桃紅色可能很多牌很強 他就決定維持這個桃紅色作為王牌 那他可以選擇 好 那當剛吃到牌的玩家決定要不要換王牌色之後呢 就由剛剛的騎士玩家的下一家 作為騎士玩家 再由他出第一張的籌碼 每個人都出一張籌碼 接下來再出第二張的bit來競標 那依此類推依序進行直到大家手上的牌都打完為止 就結束了第一個回合 那大家就把手上吃到的所有的籌碼分數加起來 就是你第一回合所有的分數 那就可以用紙跟筆把它稍微做個紀錄 接下來就把所有的牌吸一吸再重新發給每個玩家16張牌 進行第二回合 那四人的話就進行四個回合 最後分數加總 最高的玩家就是我們的贏家囉 那如果同分的話 我們就一起獲得勝利 好這個是規則的部分相當的簡單 玩過這款Tricky Beat之後呢 感覺真的有幾分橋牌的影子在裡面 但是我問過Hilko先生 沒想到他說他竟然沒有玩過橋牌 只是這種橋牌的觀念的機制呢 在很多德國傳統的紙牌遊戲裡面 都多少可以看得到他的影子在裡面 那但是他這種一回合你要出兩張牌 一張是你可能的吃到的分數 另一張就是競標的大小的牌 這種特殊的機制呢 倒是第一次看到 當然他不是一種很歡樂的那種Party Game 他就是很單純的Uptract Game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 有時候來點 腦力激盪一下 來點要Tricky一點的那種 策略思考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還蠻適合的 而且他又很方便攜帶 所以這遊戲個人感覺還不錯 有機會的話可以試一下囉 Tricky Beat